大和元巴沙大火 尼和敏下令严查全国余40万消防栓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和敏已发出指示 要求消整局大规模检查全国余40万个消防栓 确保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得以正常运作 我已经指示全国消整局总监拿都诺西山 要求国内337个消整局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确保所有的消防栓在发生紧急事件时 可以运作 他说在全国各地设有35万1千个政府消防栓 6万5千个私人消防栓总计有41万个 至于在霹雳州则有4万个政府消防栓 5千个私人消防栓总计有4万5千个 尽管消整单位平日定时展开检查 然而消防栓数量非常多 相关工作需要紧密和严厉进行 确保水压正常 得以顺利运作他今天中午到访大核园巴沙火焕现场召开记者会时提及 近期天气炎热火焕风险提高 除了大核园巴沙失火外 近日也频传其他火焕事故 另外他表示大核园巴沙超过60年历史 午夜一场大火造成约70位小贩受影响 他指出他与县长及国州议员办公室进行会议后 将拨款十一万五千令吉紧急援助金给受影响的小贩 平均每位小贩将获得一千五百令吉 他说行动党东区国会议员李存孝及兵如港州议员吴希华 今天午夜接获火焕通知后 便港网现场逗留至今天清晨 尽全力给予援助 我也呼吁各方面包括媒体 不要在小贩伤口上撒盐 切勿对此火焕做出无依据的揣测 应当等待消整的见证报告 才能鉴定起火照音 他指出他也只是以保市政厅提成完整报告 以及在最短时间内重建当地历史悠久的大核园巴沙 打开